海域一花落春日泥 此生只为一人去抱他亲我 青夜是青夜是眼神离之 60秒答题开始一位艺术家 60秒答题 60秒答题开始 小蕾他是男性吗 不是 那他应该是中国的吧 是的 他是画家吗 不是 那他是钢琴家 不是 20秒 舞蹈家 不是 是的 歌唱的是吗 30秒 那他是唱美声的吗 不是 民族唱法 是的 不会是宋主音老师吧 哈哈哈哈哈 不要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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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佳佳吓着了 把佳佳吓着了 我又为 我没问你 他听了我为 你那你们说 你那你们说 我让你去 我说你那说 我说你那说 我让你去 我说你那说 大夫来吹我 我来吹我 我来吹吧 我吹准备 我吹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样多呀 爱 多么有天生的 去心做做 孤单开了长花歌 一只风要唱天歌 唱起那欢歌 有一场 唱过了零三街 门前那条河 唱过春歌 唱秋歌 唱过茶歌 唱秋歌 唱父亲梦境 好日子全片 都放在隔离过 唱过老歌 唱新歌 唱过情歌 唱新歌 唱不紧紧照好心情 好歌越长 那路越快阔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金老师学时间应该算在学生 学生里头应该算是时间比较长的 总是对金老师特别崇拜 在我印象中 经常怕偷偷地吃东西 但是 其实我觉得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老师在健康的前提下 吃点东西也没关系 但是把握一个度 只要健康 但是必须是健康是前提 我希望全权通过自己的实力 去赢得所有观众的心 赢得观众 不知道是不是也将来想 做一个科副教授 或者有这个安排 科副教授之前就已经有 有些学校 去做一些学校的科副教授 中文乐学院的 我想以后有可能吧 当然了 再说近一点 我知道你有个七岁的儿子 不知道有没有考虑把他也发展成 培养成未来的歌唱家呢 目前看这个可能性不大 觉得他没有这个天赛 因为就是在我唱歌的时候 他一定说 妈妈妈妈妈别唱了 太吵了 其实说到家人 我也知道像 有时候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也好 外姐也好 都会觉得像您是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众人 瞩目的一个公众人 作为家人来说 是不是觉得其实压力挺大的 我家里人 我家里人不会有多大压力 因为在家里对我来说 就是女儿妻子和母亲 就这三个句 对家人 我们在家里都非常 我们的家里都非常的多 而且互相大家 大家互相相亲相爱 互相支持 86年 小数民族升约比赛 全国小数民族都来了 当时我穿的一身苗服 好像帽子还挺大的 银饰 带着那种银饰 银饰 我当时他唱那个 一个苗族的歌 给我印象很深 唱得非常自然 当时也比现在 比现在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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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当时听他唱歌 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 这个小孩唱得非常好 如果来跟我学的话 会唱得更好 我觉得潜质非常好 在台上呢 虽然胖一点 但是 唱得还是蛮好 No.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严老师他们都不太好意思 我呢就是脸皮厚一点 我是会经常 因为我心里没底 我觉得有金老师经常听一听 我会觉得心里有数 而且自己会有明显的感觉 自己通过不断的上课 自己这个声乐的状态 还有这个身体的 包括身体的状态 因为那个声音对了 你的各个状态 都感觉自己很兴奋 都对 作为老师来讲 金老师希望每个学生都唱得好 如果是开乐会的时候 我都希望每个学生都成功 因为学生成功了 对金老师来讲也是一种心 因为很多人会 就是平时见面的时候 会我是听着你的歌声长大 长大 其实你问他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50 但是我觉得 虽然是开玩笑一种调谈 也证明您跟赵本山老师之间的 这种关系 如果他用一句东西话说 应该老好了吧 老好了 对 都非常珍惜这种友情 也非常尊重他 非常寂寞他在演绎这一块的成功 我觉得他很不简单 在大家都需要互相支持和帮助的时候 大家都会伸出强有力的友谊的手 而且人家说了 我是你的粉丝 没有 他这个是完全谤 太谤了 不会的 专程到台湾去谤 他俩有一个记录 目前是破不了的 什么 21年的春晚 他